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番展出的目的 是藉由展覽 交流 竟然附相關在書法藝術的朋友 有所說過 以大家共勉之 可以繼續提供蝦塑丸 我經常說 現在目前全世界台湾這個 架陽蝦塑丸 這麼最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知道怎麼嚇死吧 裡面靈母的都是 凡體制 所以要開始干貼裏 之後 現在台灣 跟日本 香港也加減還不錯 所以 這麼艱難的環境 大家繼續提供 華人的文化 這是非常好 非常 但是我一直在說 我如果要參加這個書法 外面 我都很緊張 剛才比 剛才比春老師說的 都不夠緊張 我媽在台灣也不夠緊張 因為我比較忍不住 因為我比較忍不住 我會看沒有書法 我會有多少看 所以 我希望說大家可以 在那邊 典浪以外 就是可以 全家都比較多教育 比較多教育 我要怎麼教人看 不過 畢春老師也在說 要如何提倡 提升 建賞力 這是最重要的 知道 我現在 偉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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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 後 會跳起來 我不想讓你 生孩子也 ускun 生孩子 想不到 如果很好 可以生孩子 我想 到一種非常 討論的 而且非常 隨心 首逸的 所以 希望這個 討穩 可以 一句 但是再從這裡感謝我們近江四道協會 當年在這裡建立文件 又在這裡建天 如果更多人來參與 請助我們這個展示 草書是原型建草王喜之 還有王憲之二王的體系 我的是看他的草書線條很柔美 有飄逸感 我們一進書道學會成立到目前已經有第四年了 我們的學員都是依照我們的路港書法家蓮文藝老師 我們是他一直延緬下來的 是作為我們書法學習宗旨的標杆 那我們的學員們大概目前是五十二位 那我們大部分都是從社區 這樣子有一些老師去社區教學 然後學員們都是以農蜜書 農淡書蜜 輕重緩急 還有心靈手印 用身為首十六字 為衣歸 不具筆的材質 以雞毛筆 雞榮筆 還有令草筆 茅草筆 稻草筆 竹筆 藤筆 跟一般的毛筆 藉由書法 已是筆異 筆 茅草筆 藤筆 以不同的材質 透過書寫的輕重緩急 濃淡書蜜的印筆技巧 漫游於黑白末之間 黑白激善離合 飛揚轉折流暢 產生倉敬美瀟灑閒靜 揮灑出不一樣的韻味的書法作品 我們結成的歡迎有興趣 4號書法的朋友 一起來觀賞交流我們書法意境的美 把它當成勇氣發展 這個才是重點 政府的財力是非常有限的